白化佛法 白化佛法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东方电台的那个节目 今天呢是星期天9月18号那么农历是21 那么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是星期天的中午12点钟有半个小时 是台长呢跟大家呢谈白化佛法 很多听众都很喜欢这个栏目 因为白化佛法它涵盖着一些人生的哲理 实际上有非常深奥的佛法理论来融会贯通于我们人间的生活之中 所以很多的人学了佛法之后他们的性格都变得非常的温柔 也有很多的人学了白化佛法之后变了越来越努力和精进 也有很多人学了佛法之后 所以我们说学佛的人应该以什么样的人为榜样 我们以观思音菩萨为榜样救度众生 大慈大悲 当一个人有悲悯心的时候 当一个人有慈悲心的时候 他是不会恨人家的 因为他看到了别人的可怜之处 因为他看到了人的本性还是不错的 因为他看到了人有劣根性 那是在精事和累事积累的 并不代表这个人良心是一个坏良心的人 因为他的本性还是好的 但是呢 他的现在很多的习性习惯 那么损害了他个人的利益 所以呢 他就不能看到他的本性 而用他的一种习惯性的一些不好的 学到的一些习性 那么来遮住了他的本性 所以当他的在身体上 在语言在肢体上表现的手法 那么就是吵啊闹啊 或者嫉妒啊 或者称恨人家 所以这些就是没有学佛人的可悲之处 所以我们啊 因为有本性 所以掳之本性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你的本性啊 实际上是原名尽妙的了 也就是说我们人的本性良心啊 非常的好 从小生出来 看见人家杀鸡杀鸭 很多小孩子小女孩都会哭的 觉得哎呀这么可怜 你为什么要把他杀了 但等到爸爸妈妈跟他说 你看看这个凤爪多好吃啊 你看看这个鸡肉多好吃啊 那个时候小孩子已经不是原来的本性了 所以他就不会觉得杀鸡很可怜了 他觉得他吃到后来还要吃活鸡活鸭 这就是被人在社会上一些劣根性所困扰 所迷惑 所以他的本性就得不到圆满 也得不到干净 所以台长在这里跟大家讲 我们学佛要懂得把心要变成原名尽妙 妙是什么 妙实际上就是指的人的本性的智慧 因为现在很多人不学佛 整天跟着人家吃喝玩乐 整天不知道上进 整天不知道救度众生 整天的就知道名利 所以呢 他的本性 妙也没了 也就是说智慧没了 净也没了 就是干净也没了 明亮也不明亮 也不明白事情了 那么圆容包容之心也没了 所以我们本来的心是圆明尽妙的 现在呢 因为呢 太多的名啊利啊 名问利啊 都把自己的本性可遮住了 所以呢 我们心就不能安静了 所以圆明尽妙 实事上呢 说的就是你的本性初衷的东西 所以我们如果学佛 就是应该把本性给亮出来 把自己原有的原容的本性 明白的本性 干净的本性 和妙有智慧的本性 都如如不动的 这么把它显化出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有如呢 干净的一面镜子一样 我们在镜子面前 我们可以照到所有的食物 所以我们又可以看到世界上 所有的事物的本性 这就是为什么要用本性 来看这个事物的本性 也就是说 当你心里明白了之后 你知道了很多的道理 你就不会去跟人家争吵了 当你要选一个领导的时候 你看到了 就是他选上去之后 我也不一定能够选上去 我就不去跟他争了 就算他选上去之后 他也是当两年的官 说不定他又下台了呢 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看法 看得比较正 然后呢 想想呢 我不要争 我如果有此能力来帮助大家 那么大家会选我的 如果我没有这个缘分 我也不要去争 因为真来的是假的 所以要明白 在你的眼前 在你的心境当中 有时候是了无一物 有时候呢 是有物当前 有物当前就是说 你就算一块很干净的镜子 你还是看得到人间的 很多的烦恼啊 称恨心啊 看得到人间很多的麻烦 但是 你如果心很明镜 很明白 你有办法 你无不斥造 也就是说 没有在你眼前 看不透的事情 彻底的照亮 彻底的明白 这就是 不管你看见世界上 发生什么事情 实际上 他都能看穿 都能看清 事实的真相 就像我们 现在学博人知道 人实际上 活在世界上 很可怜 就这点时光 等到走的时候 是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所以我们就明白了 实际上 这就叫 了无一物 那么用自己的本心 我们又能够 无不斥造 这就彻底的照亮 照明白 你明白 人间的一切的真如本性 听众朋友们 有时候 我们活在人间 事物来了 我不拒绝 一个事情来了 我不拒绝 一个东西来了 我不拒绝 但是这个事物走了 我也不留它 叫物来不拒 物去不留啊 这样的话 就守住我的本真 本真啊 也就是我本来 就是很真实的一面 所以 当你碰到外境 给你影响的时候 你也就随缘 当这个事物 当这个事情 去了之后 你也不要把它留住 这就是台长经常 跟大家讲的 心中要没有挂爱 这个好事来了 你就顺其自然 等到这个好事没有了 你也不要难过 你也不要难过 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守住你自己的真如本性 所以我们不要随物转 不要心随物转 今天看见人家有钱了 我们就马上 像狗眼一样的 看人低 然后看见这个有钱的就跟在后面呢 尾巴翘翘 嘴巴叫叫 吼吼吼叫叫 然后跟着像狗一样的 看见有钱的人就跟在后面 多没有一种人格呀 我们今天也不做那些 看见穷人就看不起他 真的像狗眼一样的 看人低呀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心随物转了 他心里呀 随着世界上万步而转了 看见有钱的呢 他马上又转了 实际上他有他的钱 他又不会给你 你看见他没有必要 在后面翘翘尾巴 嘴巴里叫叫 这种一看 就是一面镜子 把你的人格造得很低呀 对不对呀 所以大家要守住自己的本性 我们不随静转 我们不随悟转 你今天再有钱 我也没有什么 我还是这样 你今天再没钱来的人 我也是这样对你 这就叫守住自己 本来的天真 这个天真 不是小孩子的天真烂漫 而是天生的真实 天生出来的真如 天生出来的真实 所以当一个人被心所迷惑了之后 他的慢慢呢 就会逐渐 也就是说 追逐那种境界 因为你的心被迷惑了 因为你知道 能够赚点钱了 你就开始呢 逐渐的随着静转了 现在很多人就是利用佛法在赚钱 台长说了 等到他赚到的钱 晚年生癌症的时候 他这点钱还不能看病还不够 而且还要承受着心理的压力和心理的痛苦 而且最后还要折受 他就是去拿这些佛的钱 出佛身上的钱 你知道是什么的结果吗 所以当这些人贪图 连人家做功德的钱 他都敢拿的人 这个人我看他真的是不要命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迷心啊 就是这个心如果迷乱了 他就会顺着境界走了 这个世民渔夫啊 也就是说 非常愚蠢的凡夫啊 听众朋友们 悲成河流 遍路胜流 就是我们要背弃 就是要舍弃那些尘埃 我们要舍弃尘埃 我们要和觉 也就是说 我们要觉悟啊 我们如果觉悟了之后 我们就会舍弃那些尘埃啊 大家想想看 我们现在生活当中 有多少灰尘啊 对人家好 马上想想 他对我没有利益 我为什么要对他好 你马上就背上了尘埃啊 所以你要背弃你的尘埃 你才能和觉啊 也就是你才能觉悟啊 这样的话 你才能进入圣流啊 也就是说 这个像大海的波涛一样 进入了圣海 也就是说 圣的海 也就是说 圣之海 这样你才能 进入圣流啊 如果人 留在了心中 我们把记恨人家 嫉妒人家 恨人家 骂人家 被人家曾经侮辱过 我现在一定要报复心 和称恨心 全部交织在一起 想想看 你的心病怎么会痊愈 人若知死啊 心病便愈啊 如果人人能够明白这些道理 你的心病也就没了 你也就成为一个非常非常知书达理 并且聪明而有智慧的人 人 这就是圣人 听众朋友们 大家记住 我们想一想 有时候 心病 如果没有的话 身体的病 就没有根了 大家是知道 身体上很多的病 都是心里的病 它是根油啊 比方说 经常烦恼的人 他时间长了 他就会生病啊 经常不注意 自己身体的人 他也容易生病啊 这些都是病根啊 所以心病对一个人来讲 它是一种病根啊 如果这个人心没有病了 他的身体一定就没有根了 所以就算身体偶尔有些伤风感冒 寒热感触 他也不会有危险的 这是表面的现象 因为他根里没有这些表现 所以他这棵树还长得大 而很多人 因为他知道 这个树是可以遮风当雨 我呢 应该呢 明白 我如果把这棵树呢 这些树因砍下来之后 我可以当柴火少 但是树不枝啊 当你砍下柴火之后 而你的真正的灰命 就会越来越没了 而且当你砍下这些树之后 如果你到任何地方去做任何事情 实际上你还是带有一些危险性的 因为你的感触在里面 因为你的心想的太多了 所以你的生病 身体就一定会生病 所以我们心既得其正 生随之而正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平时的良心很正 我们身体上也会很正 我们的心邪念一动 我们的身体马上就会去做各种淫荡之事 这就是为什么心要想的善念 其实就是为了孩子能够随之而正 身体就是随着孩子 就是随着你的心而来的 所以心一定要正 你的身体才会正啊 听众朋友们 大家明白啊 我们啊 要没有贪嗔痴的情念 因为我们不懂 贪嗔痴 这是三毒啊 这是害死人的三毒啊 当你有贪念的时候 你会越来越不开心 因为你想得到一些东西 而没有得到 啊 当你有称恨人家心的时候 实际上这些对你也是很危险 因为当你恨人家的时候 人家一定知道你在恨他 只要你跟他接触过 他就知道你咋回事了 你骂他之后 如果你没有一种感受 能够来化解他 你骂的实际上 就是让他顶在额头上 他就会继续用他的头来做功德 所以你用不了看谁 实际上这个人 就是在我们的身边 听众朋友们 大家要知道 有时候我们有杀盗淫之劣行 我们杀生 偷盗 邪淫 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吗 并不是 真正的还原身体的本性 并不是说上辈子 也不是说这辈子谁生了你的问题 而这是个理念和一个逻辑性的问题 所以当你有杀盗淫之罪行的时候 天地人 君知啊 好 听众朋友们 大家知道啊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 就是海盗自己写的故事 虽然写的不怎么样 但是呢 台长呢 觉得呢 这个呢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当一个人有杀盗淫的时候 他有盗星的时候 他偷盗了 他不管在陆地 在空中 在海上 他都会有这种星 当一个人有淫乱之星的时候 他不管人家年纪多大 他都会有淫乱之星 他当当想杀生的时候 他不管是小动物 大动物 他到人 他都会有这种烈性出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 怎么来改变自己 我们要借贪称痴 又要借杀盗淫 这样的话 你的人才会越来越干净 人才会越如是啊 就是说 人各如是 则人民和同胞 物与所有的事物 所有的人民 所有的同胞 和你所经历的事物 是一视同仁的 又何有争地争成呢 没有去要求 把人家的土地占为基友 也没有必要把人家的地狱 这种区域 真为 占为自己所有 所以互相残杀 这些灭障 也会随之而消失 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好之为之 好好地修行 修心 那是最重要的 我们做人也是这样 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听人家说 很多人做人 不想听人家说 这就是他走向错误一面的一个根据之一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台长这个白话佛法 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几个小广告之后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精彩栏目 学艺艺问答 将有一个半小时 好 听众朋友们广告之后 回到节目中来 好 听众朋友们